投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纳都斯里·东姑扎鲁 要求高婷允许他入柄宣誓书 以便介入前首相纳都斯里·纳吉 争取居家服刑的司法审核 但是有关申请踢到了铁板 吉尔坡高婷今天闭门审理 东姑扎鲁的申请 代表政府的总检察署高级绿联邦律师 三苏伯哈山 以及纳吉的代表律师丹斯里·沙菲宜 聆讯之后向媒体证实 法官纳都·阿玛尔吉星 拒绝让东姑扎鲁提呈宣誓书 换句话说 东姑扎鲁无法纠正 副首相纳都斯里·阿莫扎西 副家宣誓书当中的错误事实 阿莫扎西在4月9号提呈的宣誓书中声称 是东姑扎鲁告诉他特设令有一份附录 他本身也看过副本 附录写说 前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殿下 允许纳吉居家服刑 但是东姑扎鲁后来声称 阿莫扎西的陈述并不正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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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